各位朋友大家好 疫情之后 就是来美国经商的 还是有一部分到达了加州 纽约 就是几个经商之地 因为加州是比较方便 是太平洋的一个门户 可以把产品消往 加拿大墨西哥 中美洲南美洲 辐射面积比较大 而且加州这边有洛杉矶港 长滩港 在北加州有奥克兰港 港口比较多 纽约那边是一个纽约港 巴尔迪摩是粮食的 美国的粮食 农业大国要产粮食 中国买很多大豆啊 牧草啊 粮食啊 各种都是需要的 现在在美国的 就是华人 就是在积极的在疫情下 危龙见机啊 积极的寻找自己的生意 有的做汽车备件的 有的是做海外舱的 就是说疫情来了 要多出点东西 东西值钱 钱到时候不值钱了 有这种忧虑 有这种深深的忧虑啊 然后在中国的美国 有个美国商会 美国商会说 那个要避免 因为现在是 在中国大陆 在台湾 就是进行的演习 之前是佩洛西啊 还有美国国会 议会代表团啊 还有欧洲的 立陶宛什么 都去访问了 所以就是那个军事演习 一直的围绕 等于锁导行动嘛 而且就是以前买的 大量买的农产品 现在不买了 或者少买了 美国商会 现在是 你像特斯拉 投资 还有那个迪斯尼 在投资上海超级工厂 还要再建一个超级工厂 因为效率比较高嘛 而且也没有那种 工会闹事 什么情况的出现 所以那个马斯克 这个外星人 对这个上海工厂 是特别的那个关注啊 所以要要投入 你像那个HM 就是说新疆棉花的 就是触碰了中国 乳华就退市了 很多门店就关了 有些设计的 所以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就是避免碰触 乳华的红线 就做到在中国 为中国 服好物 因为高科技技术产品 实际上 美国出口的还是比较多 而且 华盛顿邮报直接说 你嘴上说的 政府嘴上说的那么厉害 但是实际上 你90%都批准了 还颇有微词呢 拜登政府 是准备在 20国集团 或者APEC会议上 就是有一个拜习会 拜习会 那个会面以后 可能会取消部分 那个关税 因为美国的通胀 非常的严重 现在油价稍微有所回落 但是美国的民众 很不高兴啊 估计这次中西选举 要教训一下 拜登教训一下 民主党的政府 所以在中国的美国企业 就是避免发生 到时候武装 解放台湾 这种事件 黑天鹅事件发生 黑天鹅事件 一般是说 形容是 发生的几率极低 容易被忽略的事件 它具有三个特性 一个是不可测 第二个是冲击力比较大 第三个就是后见之明 之前大家都说 你有先见之明 你就获得先机了 你如果后知后觉的话 你就会那种 会那种 受到了损失吧 巨大的损失 你看中国企业 在那个越南 在那个反华那时候 直接就砸了 不但砸了中国企业 包括中国香港的 中国台湾的 甚至包括一些日企 韩企 直接也给干掉 也给砸掉了 就损失非常惨重 现在是特朗普政府 是特朗普主义 在共和党中大行其道 特朗普主要是强调了民粹 就是等于美国优先 American first 然后他实际上是 就是击败了 以千尼为代表 千尼以前是布什的副总统 布什 就是那个 里根的副总统 里根遇刺以后 布什上台 老布什上台 老布什上台以后 他们执行的是 二战后共和党 鹰派的路线 实行的是小政府 实行的低税收 和强硬的外交政策 就是内部怀柔政策 外部等于是 大棒政策 胡萝卜加大棒 这种政策的执行 现在特朗普就是美国优先 你什么都要回美国来制造 你那个芯片 也要来美国制造 你让台积电啊什么 都要在美国制造 美国人制造 才能算数 之前有一个老板 就是在中国买的配件 或者亚洲买的配件 来美国组装 现在被那个擦到了 说你这不是美国制造呀 你达的旗号是美国制造 但是实际上你是 那个不是在美国制造 所以还要有这种处罚了 还是比较大 所以 这 今年2022年 2023年 会非常的艰难 要做好过那种苦日子的 那种准备 这旁边是举行那种婚礼的 台的花 宾客 都穿着白色赠衫 都穿的衣冠处处的 举行婚礼 举行的party 好 感谢您的订阅 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您的点赞和评论 我将及时回回的呀 谢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张岢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 给您带来的报道 拜拜